今天总统马英九出席国际法学会的研讨会 从东海和平倡议讲到防空是别区 马总统还自备投影片 拿出雷射笔图文并茂滔滔不绝 替大家上了超过30分钟的课 今天的马总统摇身一变成了马教授 出席国际法学会研讨会 马总统致辞时提到 自己30多年前就加入学会 现在回到这演讲倍感荣幸 接着荧幕上就出现PPT 总统也罕见的拿起雷射光笔 我们这个好 下一张 一时之间马总统化身马教授 开始帮大家上起课来 东海和平倡议 目的就是希望各方能够降低紧张 在新一路有一家日本料理店 他说马总统谢谢你 我们最近进口的食材 比较便宜也比较好 谢谢你台日月薪 所以还是有人有感 客上到一半又突然恢复总统身份 还替自己有感经济辩解 趁机宣传一番 马总统最后也替自己期许台湾 在国际上成为Peacemaker角色 下了注脚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觉得这是我们 必须要采取的一个途径 毕竟今天是我们的国际法学会 在座诸位都是希望通过国际法 来解决问题 这个不是与否 而是一个正确的 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 今天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 特别谢谢 谢谢大家 原定20分钟的演讲 马总统说了半小时都还没有结束 知道自己讲太久 只好向台下听众坦承 耽误了研讨会的时间 有电TV胡锦川主席 台北报道